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摄影师李宗盛 那个聚光灯这么一照 我觉得我从来没这么紧张过 哪怕在缅北的时候 AK47指的我脑袋的时候 腿也没这么抖过 我工作的地方在新浪北京 我生活的城市就在杭州 这是我生活的城市 新浪有个栏目叫看见 如果用一句话去理解这个栏目的话 就是借助摄影师的眼睛去看见那些你看不见 又或者是你假装没看见的现实 我在19岁那年的时候 我父亲当时就说过一句话 我父亲说 他觉得我以后有两种职业特别适合我 第一个是去做警察 第二个职业是去做记者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说这个话 但是后来若干年后 我是真的去做了记者 如果要做一个记者的话 其实他是要有很多综合的能力 包括比如说是你需要去 取有大量的阅读 大量的学习 我上学的时候成绩并不好 所以说当时看书读书并不多 但是我很偶然也非常感谢的是我后来遇到了我妻子 我妻子她倒是一个特别喜欢看书 特别喜欢阅读的一个人 所以我家里原来离单位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然后在路上的话基本上就是我开车的时候 她就在旁边一直在看书 然后她看着看着会突然之间笑起来 然后我就会问她你在笑什么 然后我妻子她就会把她看到的那一段就念给我听 所以六年里面 像什么波夫娃的什么第二姓 什么彼得海斯勒的什么江城 甲骨文 还有那个《巡路中国》这些书 其实都是通过我妻子这么阅读 读的我才学习了有这么多 有了这些积累之后 我慢慢才开始 就是有一天突然意识到自己 我的思维方式也开始改变了 我也习惯于开始用文字去学习和记录一些东西了 这是拍的运河边的挑副 当年拍这些运河边的挑副 我拍了大概快有一年左右 一年之后 这些人群整个运河改造之后 这个地方就没有了 没有之后 这群人突然之间就失业了 失业之后这些人去做什么了呢 有的去做工地上去做小工了 有的去做一些体力活 有的去运砖 也有一些就开始去工地上进行拆迁之类的 我就一直跟着这群人拍了很多年 包括他们在下跪去讨要工钱的 包括他们车业排队去火车站就买票的 哪怕买了票 他们也未必能登上火车 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 有的人甚至就是扒上那个货车回家 那么对于这样的人 其实他们还是幸运的 不幸的是他们很多人还因为 从事这个职业之后最后死在了这座城市里面 你们看到的这张照片 这个主人公的话 他其实还算是幸运的 他最后从那个泥土里被挖出来之后 还幸存下来了 那么像他的工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后来就因为这个事故 就死在了这个城市里面 还有的甚至就留了一条腿在这个城市里面 我拍了这些人之前的话 我不像现在 就是我会有一个比较长的规划 当时的话我只是为了记录和拍摄 但是五年过去了 这些农民工五年的整个变化 他们的生老病死 到了五年之后我再去回顾 去看这些图片的时候 我突然就会意识到 就是我们这农民工的五年的变化 这个其实不正是我们这个城市化进程 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改革中 最痛的一个 一个转型中的一个痛点嘛 所以说在这之后我就开始意识到 用那个时间去积累去讲述故事 这个话是安塞尔·亚当斯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不只是用相机去拍照 我们带到摄影中去的是 所有我们读过的书 看过的电影 听过的音乐和爱过的人 如果我去理解这句话的话 可能我还会再加上一句 叫你和你经历过的事 我那是2011年12月的时候 经过朋友的帮助 专门去考了一个海源证 然后开始远洋 开始是远洋去拍摄一个题目 叫《怒海谋生》 它的前提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 渔业纠纷越来越频繁 中国的海洋渔业资源枯竭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是已经有十多年了 但是在2011年前后的时候 它是一个高峰期的时候 当时很多媒体描述这张照片的话 就好像是渔民们又开始迎来了 它新的丰收的遗迹 但是在我的眼里 我拍这张照片 我所理解这张照片的含义 就像是一片大草原上蝗虫来了 所到之处春草不生 因为远洋渔业 它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要通过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 去讲述它们的一些故事 最早大家都觉得远洋海源 是一个特别浪漫的职业 最早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其实 但是后来经历了1440多个小时和 一万多海里的经历之后 我自己才真正体会到 现实和理想之间的那种差距 也许你们觉得好像 如果做海员或者是做远洋的话 你克服了晕船就可以了 但事实是这样的 就是我来跟大家描述一下 那个晕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大家可能过山车都应该坐过 但是过山车的话 它的上和下的高峰期 也就5秒到10秒的样子 那么这个感受的话 是你们每个人 就觉得这个瞬间特别刺激 远洋中的晕船是什么感受呢 就是相当于24小时让你坐过山车 然后在24小时的 坐过山车的这个过程里面 要完成吃喝拉撒睡 包括繁重的工作这一系列的 所以说这个是 你要去远洋要过的第一关 但是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真正感觉到 让我难以克服的 倒不是说晕船这样的一个事情 让我觉得更难克服的是 心理上的这种煎熬 像金枪鱼的渔船的话 它的食物又相对的比较单一 那对我来说 我还有一个就是 觉得特别的饥饿 难以忍受 这个照片是我 远洋的时候第一天 我每天给自己拍一张照片 第一天和最后一天自己的样子 大家大概听过一个故事 就2012年的时候 太平洋大逃杀 太平洋大逃杀里面 就是讲述的是 11个船员 杀死了他22个同伴的 这么一个故事 这样一个事情 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也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事情 但是这其中有一个点 这个点其实是相对来说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 就是远洋船员 他那个心理的问题 我经常听到的一个事情 就是远洋船员经常会出现那个幻觉 因为长期的那个很孤单的航行 再加上繁重的劳动 这些船员是很容易产生幻觉的 就是感觉到 老感觉到有人要害他 我不止一次听到船员说跳海的这种事情 甚至听到有这样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同船的一个船员跟我说的一个案例 他说那个船员在 一帮船员在甲板上在干活 然后像船上的话有这么长的那种刀具 专门鲨鱼用的那种刀具 然后大家有的在撒水 有的在鲨鱼 有的在清理鱼货 突然之间有一个人他就站起来 一刀捅往对面那个人就捅过去 然后对面那个人他就没有任何证兆的就这么倒下了 然后旁边一个人当他反应过来 要去抢那个刀的时候 就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嘛 旁边 然后他第二刀紧接的就砍过来了 结果一条手臂立刻掉在了甲板上 然后那个整个过程里面 是那个坐在那个船舱里的 就是那个驾驶舱里的船长 他是看到整个过程的 然后他通过那个过音扩音器就会喊出来 打死他打死他 然后那个船就是就看到一个人举着一把刀 追着一群人在下面那个甲板上到处跑 然后那一期的船员最后回来的时候 就是除了那个渔获还有三具尸体 远洋船上我相对来说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雄性的世界嘛 这雄性的世界 那么雄性的世界 其实它也是一个阴阳尸痕的世界 在那个远洋船上 它完全就像 给我感觉像一个动物世界一样 那个船员完全像 完全会像那个裸体的 在船上到处走啊 然后一群船员在一起干活 干活干着之后 然后旁边再放一台电视 电视里24小时 在循环播放那个爱情动作片 是吧 我们有个轮机长 50多岁的一个轮机长 身体当然很好 然后轮机长的话 有一天 他那个 跟我说起一个事情 他说他跟他妻子刚刚结婚没多久 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 就去日本 去跑日本海了 好 日本海的时候 他所有的行李 都是由他妻子来给他整理的 然后等到回来的时候 等到远洋船回来的时候 回到那个船上的时候 那个船 那个轮机长 他开始要整理他的行李嘛 从里面整理整理 就发现里面有一盒避孕套 那很明显 这盒避孕套就是他妻子 帮他整理行李的时候 放在里面的 另一方面 他那个 他女儿还跟我说起另外一件事情 那个轮机长 每次出海的时候 经常会 回来的时候 经常会跟他讲起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他爸爸在远洋的时候 在各个码头 遇到各种好玩的事情 听到的各种好玩的事情 他会讲述给他妻子 和他女儿听 那包括他在码头上遇到的女人 或者是其他这些事情 他妻子听他丈夫说这些事情 仿佛就是听隔壁老王家的故事一样 他都是笑着听完的 所以这种心理的话 就不是我们就是正常 就是在交往中所能理解的 就是船员的妻子 她们有自己的这种包容 我那艘船的时候 我是在船上带了两个月 后来转其他的运输船回来的 那么我所做过的那艘远洋船的话 它要两年之后才能回到国内 它们还要在海上飘两年 继续捕捞两年才能回来 那么2013年1月的时候 本来那艘船已经快满两年了 就是还有大概一个多月 就要回到中国了 但是我接到轮机长女儿 给我打来的电话 她说她爸爸没有熬到最后的那个归期 还有十多天的时候 就死在了船上了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 死亡离我如此之近 就是浑身的鸡皮疙瘩 当时就竖起来了 2014年的时候 我曾经花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去专门做了一个选题 叫小广告背后的人 每天的工作状态就是 白天的时候就上街 或者是到了不同的城市里面 用相机去拍摄 每个墙上的那些小广告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 就开始打电话 然后打不同的电话的时候 就自己其实是扮演的不同的角色 给那个玩牌的 那个牌记的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学生 跟他虚心请教 然后我才发现 比如大家玩的那个扑克牌 或者它有上千种的这种玩法 比如说我在给那个小姐打电话的时候 然后我感觉我自己就像一个猥琐的嫖客 然后在比如说给那个江湖郎中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病人 然后这里面的话 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比如说是那个寻人的 叫那个寻子途中的人情冷暖的 也有看性病的 还有什么母猪配种的 还有那个乡村的乐队 因为跟他们接触时间长的时候 我才发现 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另一面 那是不愿意被大家看到的另一面 这是 就比如我讲一个小姐的一个故事 就是包小姐 之前的时候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是在杭州的四季青 做那个服装 卖服装的一个服务员 然后一个月也就两千多块钱 两千多块钱的话 她十分羡慕他们老板娘 她老板娘的收入大概是 一个月会是她的十倍二十倍 然后她也很想去做服装生意 她想去赚大钱 但是做服装生意的话 她是要一个原始积累的 是吧 然后她想了一个办法 她想在最短的时间内 比如赚三十万 她怎么赚三十万呢 她后来就去做小姐 而且她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 真的赚到了三十万 赚到了三十万之后 她回到了她的老家 去开了一家服装店 开了一家服装店之后 然后她在她老家那条老街上 所有男人心里的话 就是完全是另一个形象 就是标准的白富美美 又有钱 有车有房 她也在用这样一个方式 在维持着自己一点小小的梦想 但是她后来店开了之后 发现现实和理想也是有差距的 她发现这个店 就是会开不下去 开不下去 她怎么维持呢 她后来的话 她就去 又回到了杭州 她每个月回到杭州来进货 她又开始兼职 又去出台做小姐 然后这就是人生的两面 她生活的一面 和我们看不见的另一面 大家可能觉得 我讲的小姐这个案例的话 就是特别的极端 或者说是特别的少 或者就这么一个案例 但是我们回头再去看 其实我所拍的小广告 背后的这些人 所有的人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 都会有这样一个故事 我如果问大家 中国最贫困的地方在哪儿 大家可能会说到西南 西北 或者说是内蒙 或者说是新疆之类的 这是去年的时候 中国发布贫困县的一个数字 中国的贫困县592个 但是云南当然是最多的 它有73个 陕西和贵州 它分别有50个 但是紧随其后的是河北 它有39个 我今天要说的是河北 为什么呢 第一个 这是我们大家平时 不太会去关注 或者说是 不太会去想到的一个地方 它为什么 它的局部的贫困 甚至说是 要比其他地方来得更极端 这张图 它的周边的土黄色的颜色 其实就是河北的各个县 它包围的中间 那个淡黄色的就是北京 当时我们做这个选题的时候 是2005年的时候 国务院 这份研究中心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发布的一个数据 就是首次把还首都贫困代 提出来这个问题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它为什么是 河北这个地方是最贫困的呢 形容来说就是 北京就像是一台抽血机一样 那么它从那个周边的环境 到那个畜牧业的限制发展 包括它的水资源 包括它的人才资源的那个西储 它都是形成了最后 河北周边的一圈 成为那个北京的一个贫困代 那么中间我就开始去寻找 中间的案例 就好像这个老人 叫月存宝 今年78岁 它的家呢 就在北京的林山脚下 林山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林山就是北京南面的一座高山 老人家呢 就住在林山的南坡 他每天吃完饭走路 走十分钟的样子 就能走到山顶 脚再跨一步的话 就可以到北京了 但是老人家 这一辈子也没见过天安门 归根起来就一句话 他特别穷 穷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老人比如说是 他一双鞋子 前面很大的一个洞 这是他最好的一双鞋子了 又比如他那个老人不识字 不识字的话 他那个他所有的一辈子的证件 他都不敢扔 不敢扔的话 就是我们很容易 找到他这些证件 比如右下角他的那张存折 他一辈子为一张存折 存折上去78块钱 这是老人一辈子的财富 老人其实是 他是有 可以有现金的这个钱的 但是他有多少钱呢 一个月是50块钱人民币 那么这样的个案 他又是那个 他个别一个人吗 也不是 比如像他们村里面 他们最好的图景 就在他们这幅墙上 然后整个村里面 每天早晨就有一辆车 一辆车拉着那个运水的 这是村里面也最缺的一个水资源 是吧 又比如说是 那个村里最好的房子 是一所教堂 这也是所有村里面的人的 一个心灵的寄托 也是村里面集资造的 这么一个教堂的一个房子 然后那个老人家里面 一头螺子 是他们最大的一笔财富了 村里面放牧的那个羊群 照我们来说正常的话 他们的羊群 要放到2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 平时都见不到僧人 像我去 我去看到那群羊的时候 羊一般见到人 它会跑的嘛 但是我在那里的时候 那个羊就很奇怪地看着我 我走得很近 它也不会走 它也不会跑开 然后那个 他比如说我那个朋友 他是一个国家地理的一个编辑 他就跟我说 说一个现象 他说03 他就看到一个画面 觉得特别奇怪 他说什么呢 他说那个河北人都在赶大马 北京人都在骑大马 这种画面 让我后来 我拍摄 包括拍摄 包括接触这样的画面 就觉得特别的心酸 像老人的话 一辈子的话 他就很想去北京 他也经常有一些背包客 会来来往往的 老人会去找那些年轻人 会询问啊 比如北京是什么样子啊 之类的 然后这样的现象 其实并不是一个个例啊 我花了大概有四个月到五个月的时间 我把整个北京的周围的整个贫困带 都去走了 都去跑了一圈嘛 跑了一圈 我询问过很多很多人 这些人他们最后告诉我的是 他们不是一个老人 月存宝一个老人 他说他一辈子离北京很近 但是也没去过北京啊 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照片是村里面人很少嘛 基本上没什么年轻人了 然后一个老太太她走到村口 村口买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等到回去的时候 她就走不动了 走不动 村里也没有人其他人帮她 然后她就爬着回去的 这是 这是那个月存宝老人的儿子 她儿子一辈子到五十多岁 还一直打着光棍 没结过婚 然后这是村里面 他们所有的现存的老人 我去问他们嘛 第一个他们现存的收入 收入的结构 比如说他们畜牧 畜牧业在村里面是 已经是限制他们畜牧了 因为你一畜牧之后 整个炒吃完之后 影响到北京的那个生态嘛 然后村里面的话 他们每个人 现在能拿到的钱 也是五十块钱一个月 所以按他们这个收入 一辈子都不可能去北京嘛 后来等到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开着车把老人带到了北京啊 让他在北京呆了一圈 后来那个我这个选题做完了 我给这组选题的标题 后来起了一个叫 山的那头是北京嘛 我有那个朋友 觉得这个标题还不太好 他觉得应该叫 我爱北京天安门啊 这是我最近做的一个选题 它那个 讲述的是中国的一个贫困代 中国的一个呈现区 我们的煤矿养活了一帮富人 为什么呢 它把我们的矿产资源当作商品出卖了 我们现在很多的在矿区的一帮的农民 失业 失土地 失他的生活的圈子 他们现在没有生活原路 至于靠打工 矿区把他们的依赖生存的土地 没有了 全成到水底下了 我是一个有良心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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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讲述的是人的命运的一些呈现 包括人的命运的变化 包括人的道德 在其中的一些沉沦 这其中的人物有很多 有失地的农民啊 有一些官员啊 那么也有当地的一些毒贩啊 有人问我那个 曾经问我一个问题啊 他说 老李安你去拍这些东西 你不害怕吗 是吧 这是我2005年的时候 在缅北 缅北其实是 从二战开始 它就是一直是一个 不消停的地方 它战争就没有停止过 我是2015年的时候 在那个区 在那个失控区里面待过 然后在那个地方 也被反政府军扣押过 然后之后是通过了一些 比较极端的手段 然后回到国内 重新回到国内的 这张照片是那个 当时的两个 扣押我的 那两个反政府军的军人 当时他们在整理 在整个清理我的相机嘛 像相机的话 我就假模假式地 就教他怎么拍照片 然后就拍了这样的一些画面 我之前呢 很多年啊 前段时间有一个 有一个朋友 曾经发了这样一段话给我看啊 他说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啊 就是他说 老兄啊 看来你的年纪也有四十出头了 这四十多年来 总有一些事情你是不愿再提 或者是有些人你不想再见 有些人曾经对不起你 也许你想杀了他们 但是你又不敢 这段话呢 其实是东斜西独里的一段对白 是我的好朋友游文虎 他有一天发给我的 他问我 你看了这段话 有没有这个 有一些同感 我想想呢 我觉得有很多相似之处啊 但仔细想想 又觉得好像不太对 其实这些年我无论是工作中遇到的那么多人 或者说是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我仔细想想 我觉得如果用一个标题来概括的话 我觉得还是说 我想说感谢遇见你 我只能说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那个生命里的意见各位